你吹过陶笛吗 许多人对陶笛的印象是造型小巧且容易学 事实上尽管陶笛容易入门 但是有不少专门的吹作技巧 过去在新加坡教陶笛的老师不多 直到六七年前 由本地音乐家引进陶笛 除了表演也进入的推广教学 如今已经教过了近千名学生 轻快的旋律配上活泼的表演 让人不禁想跟着旋律一起摆动 一群陶笛爱好者架设网络平台 积极推广陶笛的美 他们不少人原本就是专业音乐家 而推广陶笛教学的关键人物 就是这位未满三十岁的陈婉琳 嗨 大家好 我是买琳从Ocarina House 一般的最普通的问题 我接受过一年是 他大学毕业后 开始专注于陶笛教学 由于希望吸引年轻人跟孩童 因此特别注重网络平台 在疫情期间展开线上课程 甚至吸引了欧美学生报名参加 有别于一般乐器 他说陶笛特别能增进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 一家人一起学习吹奏这个陶笛 我当然是很希望看到 越多家庭可以接触到这个乐器 因为大小都能够学 潜力也非常大 陈婉琳观察到 自去年阻断措施期间 有更多人开始学习陶笛 最多的时候 一天平均教四名学生 像这对兄弟和母亲 已经学习陶笛一年了 最后两个音乐一起的 好 第二部分的原来 妈咪跟哥哥一起 一起 一 二 三 三 三 其实刚开始是自己想要学 因为就是在疫情的时候 COVID的时候 在家里就是很闷 就有家里有两个陶笛 所以就自己拿来吹 很容易 不需要懂得音乐 然后就可以上手 那个小小歌的Ocarina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可以吹出很多歌 两兄弟为了陪妈妈学陶笛 也越学越有兴趣 我感觉你能玩更多歌 它看起来很有趣 而且我喜欢学习歌 也是会很开心 一起学东西 然后就会有一些时间 是三个人坐下来一起学的 因为如果在家里的话 都是各做各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就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 就大家坐在一起 一起来学 所以也是一个 很像家庭时间这样 陈买玲说 学陶笛不需要有音乐笛子 也不像学吹笛子 需要练习吹气 所以老少嫌疑 最大的分别是 它不需要有这个口风 所以就是你放上去 你吹就有声音了 像吹口哨这样子 吹那个匕首 你放上去吹就有声音 所以它真的特别容易 我很多工作坊 都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内 然后在一两个小时后 它们都能够吹上好几首曲子的 所以我们每次的推广就是说 十分钟内就能吹第一首曲子 为了增加学生对陶笛的喜爱 陈婉玲的陶笛工作坊也让学生发挥创意 客制化彩绘自己的陶笛 让使用者对这个乐器更有归属感 陶笛容易学习又小巧 那有些人因此就觉得没有挑战性 其实陶笛也有专业型跟不同的阶级 也解音乐很广 那本地的陶笛爱好者在吹奏的时候 也融入了本地的音乐 希望让陶笛音乐走进家家户户 一般人多半先被这些创意造型吸引 而想进一步认识陶笛 如果要进阶学习 陶笛也有专业型 音域更广 音质更优美 陈万龄的哥哥陈庆伦是笛子演奏家 十年前在北京参观陶笛制作工厂时 对陶笛大为惊艳 过后开始将陶笛带入新加坡市场 然后我一看 哇 这个陶笛已经做得很精致 那么在音准 在音色 音质 都非常高的要求 当时我一听我说 这个乐器的潜能非常大 它不仅仅是一个观光景点的乐器 一个玩具 而可以达到一个高的一个专业的水平 演奏水平 专业陶笛体积越大的 音色越低 越小的 音色越高 至于陶笛上的暗孔 从最简单的三孔 四孔 发展到十二孔 执法也因此更为复杂 由于新加坡没有陶笛工厂 大多从中国定制 而且皆为手工制作 最高价位可到八百元 推器的角度如果差了一度 比如说八十五度跟八十六度的差别 其实两支陶笛会是东跟西的差别 所以它的要求非常非常的精准 开发部分其实我们花了很大很大 等于因为在文献上面 可以让我们参考的资料并没有很多 所以我们只能靠实作来累积我们的经验 业者表示 陶笛最早源自于意大利 形状像只小鹅 陶笛的英文 Ocarina就是意大利文小鹅的意思 后来陶笛流传到亚洲日本和中国 它的音色其实也和中国古代乐器薰类似 无论陶笛来自何方 并无损蓬勃发展的趋势 我们在2017年 其实成立了这个叫新加坡陶笛学会 那么这个陶笛学会 也就聚集了我们很多的那些学员 他们就说希望有一个平台 可以多接触我们的陶笛 2017年我们就在新加坡Arts House 就扮演了我们首演的音乐会 怎么样让我们的陶笛本土化 本土化来演奏我们新加坡的名歌 名曲 来让更多新加坡人有起着一定的共鸣 欢乐 简易 又阴色优美的陶笛让人着迷 但想要吹出什么样的乐章 由师傅领进门后 还是得看个人的努力 就如陶笛的高可塑性一样 等你去发掘